你覺得嫌疑的長什麼樣子 走入故事場景 化身偵探 依尋手冊 抽絲剝繭 無論是牆面上的書櫃 或是拿起吊桿找線索 掌握關鍵完整偵查解密任務 裡面它有隱藏一些科學意涵 所以在展場裡面 我們都把這些生活中的科普知識 用一個偵探解明的方式去做一個包裝 很方便去尋找各個線索 然後還很貼心有兩種 簡單跟複雜的手冊 是可以練習小孩子的專注力 我覺得可以培養小孩子的耐心 高雄科公館歡度管慶25周年 舉辦第三屆台湾科學節 還規劃以科學年專探為主題的特展 讓小朋友透過動手體驗 探索年味十足的展示廳 適合親子共遊及各年齡層加入 像是測試這個新研發的膠帶 一個 兩個 一下子掉了七個砝碼 拆拆砝碼何時會掉下來 可能明天才會掉下來 小朋友可能對於是能夠動手去體驗活動 他們會有高度的興趣這樣 科公館25周年館慶的日子 安排了非常多跟科學教育有關的活動 包括像年TT工廠事件部 還有我們大小童館 科公館是台灣第一座以應用科學為主題的博物館 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館方期待以服務為本 持續精進科普教育 新唐人野太電視葉子芬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走過四分之一 只要讓大小童館 邊也是湊匙 愛玩耕 邊是湊匙 我們多年 乞